这里的地里几个是山林 山山是山林 下来就是圈权 圈权下去四周都是体贴嘛 再下去就是江湖 就是山林 圈权 体贴 学网了嘛 四位一体的人类生存空间 而且这个我们的山区国家的天然和云了 哈林族对这个自然山坛 自然的崇拜是十分倦递的 这个地方我们在的这个地方 叫潜伏庄 然后这个地方也全是哈林族 都是造成的 然后我们的体贴面积 该做面积也是一千里减 在我的家谱那家 我们哈林族的老祖宗 从那个西北高原缺续缺续 这个7次比较大的缺续以后 最后大爷爷的时候到我五十四大 最后我们发现那个雪牛打轨的地方的牛滚堂 还有猪打轨的地方的猪滚堂 这些地方长出来的 掉进去的漏掉的那些刀子 炸起来以后 它分轮力很强 大雪也是过而挺大 而且那个大子也是很 更比那个卢道还宝马 所以你还要去学牛滚堂 鱼的鱼子 往那提前来做雪道 因为那些披草都是 汉林族也有了一千三百年以后 一千多年以后 最后认为是比较好的品种 老祖宗就是自己 汉林族培入出来的品种 体贴鱼 还有体贴羊子 放羊子 我们汉林人很想要化肥 也不要农药 那个就是我们家的 在这个私肥的坟坛了 在全天 体贴圈格的时候 我们就把上前雪人过来 就放在这个坟坛里面 搅拌了以后 就从雪格里面放下去 直接送到体贴里面 也不是人过本的 把体贴沙发的这个雪格 挖出来以后 把体贴滚下来以后 滚去 体贴里面去 雪也得当你那个雪鞋 也是体贴的雪皮鞋 然后可能我学也不少 今天那里也初心也开中 你玩一招 一招 一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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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学着这个山 写成天天一样的样子 所以从农业文化 汉林人只有这个出路了 其他没有了 这里也没有什么跨山 也没有什么工厂 又给牛啦 给田 又人工啦 外田 人家是感谢大花的 这个机械化的农业 我们还在人工操作的 严肃农业 我们这个雪大花的这个危险 但是呢 现在在没法实现 雪大花的这个条件下 我只能忍在这种 因为我不让我们不愿意 让我们这个民族再赛苦 这个我知道 我即赛 你看 那个遗族 像我们汉林都是 好不好 撒光 有那么好的树 都不会骂钱 穷死都是离业求死 我们是保那个 那里那里的树 每一棵树都是 带着我们保护 我们榨子的森林 可以这样说 汉林人认为 也一种河沙 必须有很多的树 也一树才会出河雪 河雪才能干体田 跟着体田以后 打出多多的粮食来以后 才能养活自己的姑娘儿子